说到高原原和赵又婷 逐渐虽然已经是两个人结婚的第四个年头 但是每次一同现身的两个人总是时时交叉紧握 似乎依旧处于热力之中 很是让人羡慕 不过让人感到有些不完美的是 结婚四年的两个人 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孩子 要知道高原原自从和赵又婷结婚之后 为了被孕已经很少的拍戏 但是却迟迟没有听到高原原怀孕的喜讯 而今日 伴随贾静雯和修姐姐的小女儿逼欧妞 迎来一周孙生日 赵又婷也出现在生日宴上 不过并没有见到身为干妈的高原原的身影 为此 也有不少网友给贾静雯留言表示 高原原是没出镜还是没去 没出镜是有好事了吗 想必对于网友所说的好事 很多人都能明白 那就是怀孕这件事了 不得不说 虽然这些年高原原和赵又婷 每次谈到了生孩子这件事都说 要顺其自然 但是 两个人内心还是很着急的 就像 这次出现在币欧妞生日宴上的赵又婷 看着好兄弟修姐姐已经和贾静雯 有两个女儿 尤其是一家四口甜蜜和赵石 站在他们身后的赵又婷也是一连的羡慕 而之前赵又婷在接受采访时 就曾透露他在拍摄漠夫戏时 听说导演有松子体质 所以赵又婷每天早上一起来都会磨一下导演 希望对高原原怀孕有帮助 话说 为了让妻子早日怀孕 偷偷做这件傻事的赵又婷也很是呆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